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在这样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第三次跟大家相聚在这里 今天就是我们GoMarkets的第三次的直播 能来是Jacky跟我 然后为大家带上今天的直播内容 对的 因为前两期 Jacky跟Alan之间因为观点的不一样 因为这个观点见解的一个冲突 而爆发了一个激烈的互相谩骂与攻击 但是今天不一样 今天因为是第三期了 在大家看过Jacky跟Alan已经打过架 打过架斗过欧之后 在这个第三期这样比较特别的一个节目 第三期就是在这个三比较特殊的数字的时候 我还是希望我跟Jacky 可以稍微做一点改变 可以稍微做一点改变 所以今天的内容 对吧 就像我们海报上做的 是隔壁的老假 然后遭遇了对门的小王 是吧 希望可以通过我们自身的一个 真人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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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实体验 对吧 或者是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一个真实的经历 真实的故事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 希望呢 可以为大家提供对吧 看待市场也好 或者大家了解这个市场也好 一个有用的机会吧 对 是吧 看我们亏钱 跟着我们赚钱 对 血淋淋的教训 对对对 失败是成功他妈 对吧 对 实际上今天呢 因为是不是一个吵架的节目 所以我们今天整个节目的画风呢 不会是今日说法 而会是 辱欲有约 我以为相亲节目呢 相亲节目 今天晚上的画风呢 非常的温和 这是一个 这将会是一个高山流水的一个故事 我跟Jacky呢 对吧 然后我们会是 余波牙跟中子期 用郭德纲的老师的一句话讲说 就是人生难得一只鸡 Jacky在我心目中 就是我的一个知己 对吧 真的是这个样子 那 话又说到这些 话又说到不要打断我 好 我呢 我就先表达一下 我对Jacky 这个人的一个钦佩之情 我非常的欣赏你 这是第一次公开 我的这个想法 真的 在公司里边 你是排在我心目当中 第二位 喜欢的同事 是吧 第一位 第一位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位女同事 对吧 我们就不说这位女同事了 但是你是稳稳的第二位的 你是稳稳的第二位的 那实际上跟Jacky呢 我们有时候大概一个月 我们可能约一次饭吧 对吧 我们没有太过频繁的一个约饭 因为我相信对吧 两情弱势久长时 又起在猪猪肉肉 对 对吧 认同吧 对 是的 认同 短短的小段子还是很多的 是吧 那今天晚上的直播啊 是分为两个部分 是吧 是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海报当中所说的 那是隔壁老甲 跟对门小王 对吧 一个真人真事的一个过往 五年的一个经验 对 对吧 一个亲身经历 第二部分呢 我们还是老样子 还是一个大家提问 我跟Jacky来作答的一个环节 是的 好吧 那今天晚上的直播 我们将会按照时间的顺序来 那边时间顺序来 从我们呢 就是太早了 我们就不提了 我们从2015年的金融市场 走到今天呢 是过去六年时间 有大荒有大浪 有大起大落 那么Allen呢 会先从2015年的 两个重大的事件说起 那么他自己也是亲身经历了 并且呢 有赚钱 有赔钱 那么我当时呢 也是经历的 不过呢 由于我认为啊 Allen在当时做出的决策呢 给大家的想法 能有更直接的一个冲击 那么2015年的这个情况呢 就由Allen来介绍一下 好 那实际上2015年呢 就是我们回想2015年的时候 那主要是有三件大事 来的 三件大事 三件大事 我个人的 我个人的思念 是三件大事 第一件呢 就是2015年的1月15号 发生了比较著名的 瑞士法郎黑天鹅事件 对吧 那瑞士央行呢 狂亏1600亿 瑞士法郎 这样一个数目 但是这个呢 因为怎么说 因为是会事嘛 我们今天先不讨论 我们我跟Jacky呢 挖一个坑 实际上这个黑天鹅 瑞士法郎的黑天鹅事件 内容非常的充分 可以只完全值得 可以之后单做一期 我们来讲 对吧 那我们今天就先不讲 那第二个是呢 就是中国A股的股灾 2015年中国 2015年中国A股的一个股灾 那第三件事情呢 就是一个8月11号 中国的进行了一个 人民币汇率的一个改革 那汇率的改革呢 我们今天也不讨论 我们呢 只讨论 A股的股灾 好吧 因为A股的股灾呢 当时我是怎么说 我是刚刚 刚刚去关注这个指数产品 我是刚刚关注这个指数产品的 那因为要说这个股灾啊 对吧 那我呢就先讲一点 我呢就先讲一点题外的话 就是我个人呢 是金庸先生的一个粉丝 金庸先生 金庸先生的一个粉丝 那最重点跟最紧要的一点呢 还有一点就是说 郭靖跟黄龙 他们的一个爱情呢 我觉得是我非常羡慕的 一个爱情的一个关系 我都觉得都是男女朋友 或者夫妻之间 应该是那么一个相处的方式 对吧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要提郭靖 郭大侠呢 对吧 那我就是要引出来 接下来这句话 就是2015年非常有名的一句话 就是侠之大者为国接盘 侠之大者为国接盘 侠之大者为国接盘 这个说的很 你应该有听到 对对对 我也是亲生经历者 亲生经历者 对 那实际上2015年的时候 那个股灾 实际上就是我们去看 上证指数的大盘 对吧 然后跟A50 就是新爬A50的这个指数啊 是从2014年的大概10月 9月10月开始的时候 出现了就是它开始爬 它开始往上冲 那等到2015年的6月的时候 基本上是上证指数的 就是A股的大盘啊 是爬去了5100点 是爬去了5100点 这个什么概念呢 已经实现了一个翻倍 实现翻倍了 2014年9月10月的时候 大概是大盘是2300点吧 2300点 2400点附近 等到2015年的6月的时候 已经冲去了 对吧 5100点 那个时候 大家看到所有的消息 全部都是利好消息 买涨买涨买涨 没错没错 那个时候就是对吧 什么配资 配资买股 对吧 再有就是各路的 我们的专家 对吧 我们的学者 A股一万年不失望 我们听到了全是这种说法 我们听到了全是这种说法 当然我上涨 我没有去追涨 因为A股当时怎么说 我就股票放针 我没有动 所以就没有参与 没有参与这个上涨 但是A股在2015年的6月 达到5100点之后 出现了一个往下走的情况 出现了一个往下走的情况 但是往下走的情况呢 我刚开始觉得 本轮的一个牛 是不应该这么早结束的 因为去看政策面也好 对吧 去看怎么样也好 还是政策式吧 A股说实话 说到底还是一个政策式 那个时候就觉得 可能会回调 10% 是已经差不多了 感觉就直觉 分析跟判断 再加感觉跟直觉 对吧 是这么一个判断 所以呢 我当时做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 当A股的大盘 见顶开始往下走的之后 我才开始 就是第一笔交易 跟第二笔交易 我是用了一个 比较小的资金 小的资金去试探 去抄底 对吧 结果发现很快被打掉 很快被打掉 但是无所谓 但是无所谓 经过 对吧 跟朋友 跟同事 一个一个 做而论道的一个分析 我当时的结论 我们整个几个人 我们几个人的结论就是 A股 就是A50的指数 在9000点 将会是一个地板价 将会是一个铁底 那个时候 哇 我Ailen 拿出了私房钱 1万块 1万块 兴冲冲的 然后去接这个飞刀 去接这个盘 在9000点的时候 杀了进去 对吧 但是结果 大家都看到了 A50的一个指数 直接是打去了 8300点 我迎来了 人生第一次的爆仓 怎么样 我觉得还是比较透彻的 还是比较透彻的 就是我刚刚听了这么多 我就是说 我们当我们自以为 有100%的把握的时候 那么我们还是要留一手 就是说 朋友也好 那么专家也好 那么所谓的消息新闻也好 技术分析也好 那么如果所有的信号 都出现了看涨 我们反而要稍微的谨慎一些 没错 对 哪怕他看涨 OK 是两个月 三个月之后 四个月之后 可以发生的一件事情 但是呢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做资金的管理 Ailen刚刚说到了 他是all in了 就是全上了 有多少度筹码压多少 对不对 没错 当时1万块是自己的私房钱 是自己的私房钱 然后拿出来 对吧 然后 好拨 偷着背着 背着家里 背着家里 藏了那么多钱 拿着1万块出来 对吧 本来是想对吧 那 渔情渔理都应该都应该上 赚点 对 渔情都应该上了 渔情方面对吧 刚刚说过了 为国接盘了 为国接盘 那渔理方面对吧 又经过自己的分析也好 看图各种话也好 对吧 9000点都已经是地板价了 那现在是个什么价格呢 现在应该是1万3000多 1万3000多 如果当时拿得住或者是资金够 那现在还是赚钱了 现在还是赚钱了 没错 没错 但是700点的一个一个继续往下 对吧 说实话 1万块扛不到 1万块的一个晚餐是扛不到的 主要是害怕了 可能当时就放弃了 当时没有这个概念 当时对吧 当年还是小假嘛 小假 当年还是小假 对吧 当年还不是老假 是不是因为太贪心了 想赚的多 也没有贪心 因为当时的行情啊 没有怎么出现一个 这个就是什么反复 嗯 感觉就比较下坠 当时就天天 像今年2月份 是不是 有点像今年2月份 有点像今年2月份 当时就是怎么说 录了仓库之后 对吧 天天就在问问题 跟我朋友之间 对吧 问问题 解放军 对吧 解放军 国家队什么时候来 天天最爱问的问题 就是这个样子 结果一直没有来 或者是说解放军 跟国家队都很忙 都没有时间来救我们这些人 对吧 所以呢 当时呢 就是人生第一次的爆仓 一地鸡毛 一地鸡毛 然后零花钱也没有了 零花钱没有了 所以是吧 继续省止检用 但是 对吧 但是 接下来了 对吧 因为2015年说实话 对我个人来说 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 是值得铭记的一年 是值得铭记的一年 我这插一句啊 因为后面有个图啊 是新开户数量 那么其实呢 2015年 Alan经历的 跟我们在2月份 3月份经历的很像 对 也就是说 当市场不好的时候呢 我们以为啊 它可以抄底了 结果蹭蹭蹭 下了20% 又跌了30% 又跌 最后跌到50%了 所以在抄底的过程中呢 我们想到了 那个进场价位规定 是对的 对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在反过来往上涨的时候 像最近5月份和6月份 我一直在说 就是美国股市 开户的散户数量 创历史新高 对 就是大家都是在抓最后一波 那么 Alan给的这张图呢 到最后的时候 是中国当年 15年 A股新增开户数的散户数量 没错 这张是干货来的 这张图我准备了很久 刚刚要是你不提醒 我又忘了 还是太紧张 老甲还是不行了 感觉还得老老甲才行的样子 这张图真的非常的干货 大家可以看啊 这个橙色的这张线呢 就是我们A股当中 去前来开户的这个股民的数量 我们可以去对比这个走势 基本上是完全一致的 也就是说散户进来的越多 股价涨的越高 散户如果撤了 没有人接盘了 可以这么理解吧 一定程度上可以这么理解 另外一个程度就是 越多的散户往里冲 大家一定要小心 所以我们也是散户 所以大家要跟我们GoMax 有关系嘛 因为我们知道 每月开户的一个大概的数量 对 然后呢 如果是最近几个月 来开户的非常多 大家呢还可以进 那么如果到7月份 8月份 开户的人少了 那咱们就应该谨慎了 实际上这个 就是这个 这方面的这个信息啊 我跟Jacky之前 我们有讲过 对吧 那就是菜市场的一个 一个股票学 股票学说吧 对吧 它呢完全可以 作为我们一个指标 对对吧 那接下来往下看呢 这个 往下这个呢 就是这边这个环节 就是呢 大家 我这边呢 就是这个产品 我是准备了三张 三张PPT的 三张PPT 那大家呢 就是我先给大家看第一张 大家看过这张图之后啊 然后可以跟我们一个互动 然后一呢 就是会选择追涨 二呢 可能就会选择一个观望 好不好 大家都可以在群里 然后跟我们互动一下 那我呢 那我呢 先给大家看第一张图 这个呢 就是第一张图了 对吧 我先不跟大家讲 这一个什么产品 大家看一下这个图啊 从这边开始 对吧 两年半 然后是翻了一个24倍啊 是非常的牛啊 那这个时候呢 大家可以通过回复 一对吧 是追涨 二观望的一个形式 跟我大家互动一下 就是该贪婪 还是该恐惧 大家呢 可以回答一下 我们市场部的同事呢 也可以帮大家记录一下 好吧 那这个是第一张图 那我们往下看第二张图 我先说一下 哦 你先说对 插几句 插一句 嗯 现在很多股票 尤其是科技股票 跟这个走势是一样的 没错 没错 尤其是Up Pay 对 我们已经上手空了啊 但是目前是处于不亏的状态 我没有 我没有空 我空了啊 我空了澳洲的大盘 我开了五张 好的 就是跟我们 就是大家猜一下 来判断一下 接下来的一个走势 那么我们给第二张图 对 这是第一张 这是第二张 对吧 那刚刚 所以说 刚刚大家 如我选择观望的话 对吧 可能就是错过了 因为第二张图 四年二十八倍 问你怕吗 对吧 大家可能这个时候呢 因为还在涨 那第一波到这里时候 确实有出现一点回调 但是接下来 又走了一年半的时间 继续往上爬 那这个时候大家怎么样 那大家可以再回复一下 对吧 如果大家想回复的话 还是通过回复一或者二的形式 那这是第二个 那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看第三个 那个家昊 我们是往下进行吗 还是在等 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太快了 给大家订阅了 给大家一点图片 对不对 然后我这边再统计一下 现在给大家倒计时五个数吧 然后大家赶快去把这一张图片的去统计好 好 我就不相信它后面还能涨 都二十八倍了 你不信 十万就两百八十万了 你要是说我现在拿十万给你 四年后你只有两百八十万 你以为我是P2P是不是 你以为我是P2P 一是继续追涨 一是继续追涨 二呢 是选择观望 一是继续追涨 一 对 回复一的朋友 对吧 觉得我可以继续涨 我可以继续追 对吧 回复二的朋友呢 就说我怕了 比如说我问大家怕了吗 对 回复二的就是怕了 我怂了 我选择观望 三呢 三就做空了 像我一样 哪里可以做空 现在直播间里面 大多数人是回复的是二 回不到 没有做空了吗 我们要让市场回归理性 通过自己的血与肉 对 我们要在第一题对 对 有少数朋友呢 回复了一 那大多数的朋友呢 我开始回复了二 没有勇气啊 同志们 趋势交易者 回复一的是趋势交易者 回复二呢 怎么说 比较比较理性一点 保守 对 比较保守一点 对吧 那给大家看第三张图 对吧 第三张图揭晓了 因为这家股票 我之前有讲过两次 对吧 我之前有讲过两次 那 就是我们的澳洲奶妈 A2 对吧 澳洲奶妈A2 那 提到这个A2呢 之前讲过的一件事情 再拿回来 我再讲一遍 A2的时候 我是跟公司的同事 在他八毛钱的时候 在他八毛钱的时候 就又掏了 又掏了两万块钱的一个私房钱 然后杀了进去 在八毛钱的时候进去 但是 等不到一块二的时候 分难离场 因为大概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对吧 那已经实现了一个50%的增长了 当时A1就觉得自己是古神 我另外一个同事 也应该也是同样的一个感觉 对吧 所以我讲说 原来A1跟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 是我以为的 是我以为我已经收获了一个爱情 结果 对吧 爱情弃入而去 因为如果我算了一下 如果当时两万块在八毛钱的时候 那照今天一个十八块钱的价格 我A1呢可能对吧 可能更轻松一点 我可能2020年还是不会出来跟大家见面 还是不会出来 因为太舒服了 从八毛涨到十八是多少倍 八毛到十八呀 二十多倍 二十多倍没错 没错 二十多倍 是从这里的五年的时间 五十万 五年的两万变四十万吗 大概四十万 大概四十万 A1放弃了四十万 我放弃了四十万 对啊 我放弃了四十万 我选择 不是爱情抛弃了你 是你放弃了人家 对吧 你没有跟他长相厮守 没错没错 这是我的错 这是我的错 原来我是这种人 我今天也终于发现了自己 今天也终于发现了自己 对吧 那A2真的是 我好好地反思了一下 我好好地反思了一下 因为我站出来也讲年好 或者怎么样好 我一直在说我自己 是一个中长期的同事者 对吧 结果在爱情敲我们的时候 对吧 我选择了 只跟这一位女孩子 相思相守 一个月的时间 对吧 我就选择了 使乱中气 对吧 我为我自己感到一个羞愧 我为我自己感到一个 非常的 非常的自责 非常的自责 我们让那个家行帮忙 统计一下 看看现在的 参与的朋友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情况 有没有一些问题 有具体的票数吗 参与的朋友太多了 我的意思 统计不过来 但是现在可以 大家 大概的来说的话 还是多数人是选择了2 对 然后很多人也是说 很遗憾 完美错过了A2 你看错过爱情 都不止我自己 基本上澳洲所有人 都知道这个股票 因为咱们在澳洲华人代购 还有这些群体 也受到了影响 那么有小孩子 A2 A2 买粉们一直都是 我们天天看 但是天天隐恨的一个股票 对 实际上就是提到A2 就是当时我跟我那个同事 对吧 我们的思考的逻辑 是很简单 因为当时贝拉美先出来了 贝拉美股价 已经完成了一个起飞 完成了一个起飞 但是A2 我们看回它整个公司的一个情况 我们看回它公司的产品 跟公司的一个报表 对吧 我们当时就觉得 A2要远远好过贝拉美的 因为它的产业链非常的全 它的产品也非常的多 因为当时A2还只是贴牌 就是没有自己的产业链 它只是拿过别人的东西 来进行一个贴牌 我们当时的逻辑是这样的 为了说明爱情的 我专门还在这里变成了红色 因为我本来非常不喜欢红色的 但是为了表明这个爱情有关 所以我用了一个红色 那提到A2呢 我最后一点再补充给大家 就是说在第一季度 我们都知道 全球股市的行情非常的动荡 对 但是A2的表现非常的稳定 非常的稳定 也就是说怎么说 A2具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防御性 对 它存在一个钢需的一个需求 它存在一个钢需的需求 那A2真的是我们的澳洲的奶嘛 对吧 盾牌中的盾牌 我觉得因为我们预计接下来几年 对吧 可能不是特别好吧 这下可能会 大行情也好 整个市场 不会特别好 我觉得A2是值得大家配置一部分的 我觉得A2是值得 现在还可以配置吗 我觉得可以少量买一点 少量买一点 就是这个奶粉呢 这个问题呢 其实刚刚说到是一个钢需嘛 对 第二呢 就是说它能走出去 澳洲很多公司是走不出去的 走不出去 它的股价就会有一个天花板 对 只有当它走出国门了 澳洲2000万人的市场 它走出去了 走到中国是13亿的市场 走到美国是3亿的市场 对 走到欧洲也是4到5亿的一个市场 所以说只要走出去股价基本上都乘以10 对 因为人数群体变大了 所以 我们实际上看到A2跟那个Bubbs 对吧 我们看到的一个情况 跟他们一直在努力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一直往中国市场走 对 所以说实话 要想发财 还是要跟中国搞好关系 对 还是要跟中国搞好关系 那么现在的话 我们直播间的朋友 开始人数慢慢越来越多了 我们还是希望大家 如果是方便的话 就邀请一些好友进来观看 不一定是为了一定要做这个投资和交易 就觉得分享一下 那么大家说不定有朋友就感兴趣 对他呢 可能正好有一个观点 这样的丰富 听听看看 听听看看 对吧 那我们继续往下 对 2015年 对 2015年 听过了A股股灾 跟A2的故事之后 时间来到2016年 这张还是我个人的一个故事 这个还是我个人的一个故事 那时间呢 我具体的时间 我就打到这里了 具体的时间就是 公元2016年6月23号 这一天我相信 我可能很长时间 我都不会忘记它 因为当时 因为当时我 我是有仓位的 我是有美元 对日元的一个仓位的 而且我那个仓位 我是赚钱的 而且我是赚了比较多的钱 我是赚了比较多的 就在23号之前 对吧 那23号我回想回那一天 原来还能多有套房 现在没了 没错没错 本来A2就已经错过了 就错过了一套房 这个呢 哇又错过一套 两套了 又错过一套 对没错没错 当时A2我就想 我当时美元跟日元 脱欧的那天 我记得很清楚 我就是以为怎么说 仍然是一天 风和日益的 非常平凡无奇的一天 我记得当时 就是进了公司之后 跟同事 打哈哈也好 头脑风暴也好 大家一致的观点 就是说 拖无所谓 公投无所谓 不会拖 对 当时Jackie认为呢 认为是会拖的吗 不 我当时是认为 有可能会拖的 有可能 当时有参与进来了 我参与的比较少 因为我当时在搬家 对 Jackie有跟我讲过 Jackie有跟我讲过 这个故事 所以没有赶很多 你幸亏搬家 我也好想这一天搬家 因为那天 大家可以在这个图上看 对吧 那我不知道 大家可以看得清楚 还是不清楚 就是一根大阴线 美元对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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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的一个最高价格 当天的价格是106.8 最低的价格 是打去了98.8 大概是一个 八大一点 一个上下的一个浮动 对吧 接近百分之 没错 没错 那因为可能有的朋友 就是说 没有没有做过这个外汇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我就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如果大家有一手的美元对日益的话 他波动一个点 就是10美元 当天就是8000块钱 当天8000美元 也就是大概 12000到12000 14000澳币 所以当时 对吧 一根大一件 我是做多的 非常遗憾的是 我是一个做多的 哇 直接做 对吧 又把我第二次爆仓 很快迎来了 人生第二次爆仓 15年之后 16年 对吧 A2 赚的那点钱 然后立马在这里边 又一次的进了去 还给了市场 又一次上了一课 Alan真的是有起有落 有赚有赔 对对对 人生上来很精彩 因为当年说实话 当年还是小假 当年的心气很高的 因为当年背后也有人 对吧 也有背后也有人 总觉得 我要给人家一个交代 对吧 我Alan我要证明给人家看 我Alan可以的 所以当时非常的激进 当时非常的激进 对吧 那后来对吧 那大家看到我怎么 对吧 非常的保守 非常的谨慎 说实话 就是因为刚开始冲开 这是踩过的坑 这是踩过的坑 所以就是敬畏市场 敬畏市场 敬畏市场 对 市场有无限的可能 那2016年 Jacky有什么 跟大家分享一下了吗 2016年的话 整体我做的产品比较多 比较多 大起大落也是有一些的 但是呢 整体相比原文的这个故事呢 我认为 我加一句 就是世界当时我认为呢 是脱欧会成功 理由很简单 就是人不做不死 在一个和平时间 和平的世界 上下的这个管道啊 就是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 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 它始终是存在的 对 如果这个通道 我们俗称是教育 我们俗称是这个知识 对 那么改变我们的出生 或者背景的这条通道 一旦被毒死了 那么最终都会演发成 新的社会的一个变革 对 那么英国社会呢 是全世界里面 贵族效应 最明显的一个国家 那么它也非常传统 对 它有很多新生代的孩子呢 或者小朋友 它不是有一个纪录片吗 对 那么新生代的这些人 如果出生在蓝领 白领家庭 或者是工薪家庭 那么最终晋升层商层社会 或者是成为律师 或者成为年收入 在30万英镑以上的群体的概率 2%都不到 阶层比较固化一点 固化的非常明显 对 所以说这个就导致了 社会的贫富差距 越来越明显 因为呢 最终的社会的财富 是有具体效应的 它最终会靠在少数人手里 因为少数人有更多的财富 它的成本更低 资源最广 所以说呢 这样的一个社会结构 久而久之呢 就需要被动的去进行改变 实际上也是民粹主义嘛 对吧 民粹主义抬头 是的 我们接下来往下走啊 2016年的故事 2017年来了 2017年我跟Jacky 对吧 我们老说不一样 2017年是一样的 我们的记忆是非常美好的 因为我跟Jacky 我们都是赚大钱的 是的 之前的什么两次摔倒 两次到仓 无所谓 因为我们有2017年 对 辉煌的2017年 Jacky跟大家讲一下2017年的故事 2017年呢 也是跟刚刚一样啊 那么这里有一幅图 大家也可以猜一下 那么这个产品呢 从2017年的1月份呢 是800块钱 到了2017年的年底呢 涨了3.5倍 3.5倍啊 涨了到了2900块钱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产品 如果大家觉得 我可以继续追入的话 那么大家也可以 就是说选择一啊 这样的话 我们呢 其他的朋友也可以去看 那么2呢 是观望 第三呢 选三啊 就是做工 对对 这样我们其实呢 做一个测试啊 就是看一下 我们在座的这个听众 参与进来的 比方说有10个人 那可能有两个人选掌 10个人选观望啊 或者是8个人选观望 怎样 那我们就能评判出来 当市场的散户 我们说有一个从众心理 没错 所以呢 散户对这个K线图的 走势的表态 基本上8%都是一样的 但是呢市场长期赚钱的只有20% 对 羊群效应 羊群效应 所以说我们要力争通过这样的一些模拟测试 做20%的赚钱的那个人 对 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啊 刚刚JK呢已经给大家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解释了 对吧 大家可以选择继续跟我们互动啊 好吧 那么Alan在17年上半年是否买入了这个产品呢 我现在还不知道这个产品是什么 我现在还不知道 但是我是知道你是赚钱的 我也是赚钱的 对 所以我推测 这个产品应该可能跟我参与是一样的 所以 所以你买还是没买当时 我当时参与了 我当时参与了 当时我是没有买的啊 我先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它价格涨得太快了 所以在第一波上涨的时候 我是没有买过的 那么我们也给出了就是说第二幅图啊 就大家可以适当的参与一下 对 第二幅图我们看接下 接着刚刚那幅图是走到这里之后呢 第二波上涨 那么到了9月份 也就是说年中6月份过去之后呢 盘整了 然后之后又一个月的时间 从2000涨到了5000 对 2.5倍 第一张图就到这里了 对吧 第二张图然后接着到这里了 对的 然后又一个2.5倍 又一个2.5倍 加上之前是3.5倍 对 所以说呢 这样的一个走势啊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心动 那么这幅图啊 大家有多少人呢 是这个选了继续追涨啊 因为是第一波上涨 我相信是很多人会追涨的 因为我我经历过 2010年我的故事 所以这个我会上涨 不愿意错过 这是也是一段美好的因缘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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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现在我们有同 有这个朋友开始投票吗 对 有已经有朋友开始陆续的投票了 那目前选择2的是最多的 然后这一次呢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啊 已经有朋友开始选择3了 漂亮 对 目前我看到这个留言区还没有选择1的朋友啊 我在上面看 我认为选择3的人非常勇敢 对 我们做空 大胆做空 像现在我做 做空 大胆做空 我第一期节目跟第二期就我不是做空的代言人吗 为什么你换代言怎么 这是第二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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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现在再猜一下 就是说很多人现在是第二张图 我们在最后5秒钟的时间给大家一个选择 就是第二张图我们看一下 Alan稍微往右边站一张 稍微往 那么最后面他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个下跌的迹象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如何选择 那么给大家5秒钟啊 5 4 3 2 1 我们看下一张 第三张图 再一次的冲高 从5000冲高到8000 那么用时从9月份到11月 两个月的时间再次创历史记录 然后一路冲高 那么从最早的是800涨到8000 不到一年的时间上涨了10倍 那么这个呢 就是产品的一个惯性的一个恐怖程度啊 所以说到这个时候啊 我们天天关注 天天涨 天天涨 天天不买 所以说心里很难受啊 不买不输 做空就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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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目前呢 跟我一样 如果大家觉得 after pay太高了 做空的话 稍微谨慎一点啊 那么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概念呢 就是说 我们看到就是 经常市场的走势 是跟我们预想的不一样的 没错 没错 然后呢 我个人呢 是在最后面那个8000的时候 我实在忍不住了 然后经常啊 做多还是做空 做多 漂亮 因为别人 你看我 你看不管是做空还是做多 我都说漂亮 我很捧场的 捧场 因为身边的朋友天天在谈啊 说这个10万块钱编成20万 我们变成15万 对吧 你几个月什么都不做 赚个5万10万很开心 博一博 博一博 对 机车变摩托 对 摩托变宝马 对不对 我们就一直在 朋友一直在升级 对 我们就保持远离踏步 这个落差还是比较大的 对 这个也是我2020年 为什么要站出来做一些事情 跳出舒适区 一个很大的原因 真的 对 朋友 同事都赚的比较多 不是不是 三倍 我们为什么要谈钱 对啊 太低俗了 对 太低俗了 那么到8000点的时候呢 我在那里开始买入了啊 那么最后的结果 大家可以猜一下 到底我是赚了还是赔了 那么我们市场部的这个同事 家行有没有一些互动 现在 有的 现在大家都在猜这个产品是什么 有一些眼尖的朋友呢 也已经看到了 那我们现在先不说啊 然后呢 有朋友说持续关注 做短线 然后呢 现在是有一部分的朋友 已经出现了一二三 全有 全有的局面 迷茫了 他不懂爱情了 就是跟谈恋爱是一样的 就是一会儿对你爱搭不理啊 然后非常冷淡 但一会儿又非常的火热啊 但是把你看久了之后 对吧 又觉得你滑安 又觉得你不去 对吧 是的 那我就给出来下一张图 那么我刚刚讲到了 我是在八千年 就是连续上涨了十倍之后 实在是没有忍住啊 因为人性的贪婪 我忍不住了 我上车了 然后从八千涨到将近两万 将近两万 逼近两万 搬了一个倍 对 所以说呢 市场还是对我比较喜欢的 比较喜欢的 这么高的一个位置 进场呢 还有运气赚起啊 并且赚的还是蛮多的 那么安能呢 你可以也讲一下这个故事 这个呢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公布了 就是比特币 比特币 我个人呢 我个人是参与了澳大利亚一家公司 他是做ICU的 他是做ICU的 就是比特币数字货币的 对对 没错没错 那当时我冲进去呢 实际上指标也很简单 就是比特币一直在往上走 股价没涨 没有 没有 它是走得慢 比特币先冲 它的股价是被个支付嘛 对对对 那等大家等看到这个情况之后 实际上是澳洲股市里边 唯一一家 做ICU的 唯一家做ICU的 对对对 然后我参与进来之后呢 就是又是跟同事 又是跟朋友同事一起 是股价翻了三倍 那 翻了三倍 完美 三倍 非常完美 当然我没有去 我没有去直接去买币 对吧 我还是就是因为 扎针在股票里面 我觉得股票相对来说 比较稳一点 对对吧 其实我再插一句 就是说在Google Epson 也可以交易比特币 就是说我们这儿 可以买电子货币 数字货币 那么如果是 刚刚Alan说了 就是说 当期货产品的价格 升得很快 那么股票价格 没涨上去 这个时候我们 就找到了 可以套利的一个方法 赚钱的概率比较大 像现在两个产品 就比方说石油涨了 那么石油股票没涨 我们是不是有机会呢 黄金涨了 黄金的股票没涨 我们也有机会 对 实际上逻辑是一样的 对 逻辑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有时候 大家来过来 对吧 跟我们讲 或者沟通交流 有时候我们是想说 我们不仅 介绍完这个产品之后 我们还是想把我们的逻辑 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 对吧 受人以鱼 不如受人以鱼 对 是的 听得好像没什么区别 因为那两次发音挺一样的 对 那么这个呢 就是17年到年底的时候 11月份 12月份呢 我开始上车了 那么当时呢 有很多朋友 纷纷上车 实在是忍不住了 到最后呢 你大家觉得 就是说到这么高的一个价格 我们是不是要离场呢 其实这个问题呢 就跟我们自己做投资一样啊 赚钱的时候 我不愿意出来 对 那么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17年我是赚多少钱呢 就是以前呢 我们总是讲这个 赚钱亏钱 没有概念 那么在17年底的时候 我是按月在赚钱 我当时非常开心啊 我跟朋友说 我都是按分钟在赚钱 一分钟几万块 一分钟几万块 王总 那时候被称之为王总 王总 还不是小王 曾经的王总 哦 那今天 那么看一下这个数字 那么支出都是50万40万左右 就是一个月的时间 所以这只是我支付宝的账户啊 我还没有晒银行的账单 所以呢 基本上我的获利呢 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间呢 大概是十几万澳币的一个水平 所以说呢 赚钱非常快 那么当时呢 也给这儿有一个标题叫 贪婪的结局是什么 就是大家想一年赚十万 难不难 其实不难 我们抓住了 机会 有机会 一个产品 但是难的是什么 我们把钱装在口袋里 对 这个是难的 没错 没错 落地 对 谈恋爱是容易的 但是婚姻 落地 生子 结婚生死 是很难的 比如说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最终的一个结局啊 我们时间进入到2018年的一月份 欢欢喜喜过元旦 那么悲悲惨悍 谈笑间抢舞灰飞烟灭 一步下跌 那么最终呢 不仅连利润啊 连本金都亏了一斤 所以说呢 一山前一山后 我们看到就是人生气 一个大的这样的一个上涨和下跌 对 我不知道在座的这个朋友有没有参与过这一种类似的暴涨暴跌的一种市场的行情 那么我相信今年其实很多人是经历过的 今年 没有我们的时间轴还停在2018年 那么 那说到比特币 我再加一句 就有点像我们邓紫棋老师 邓紫棋老师 邓紫棋老师 唱泡沫的那位 讲的全都是泡沫 全都是泡沫 说的就是他 对 说的就是他 那但是比特币这件事 我就再加一点了 我就再加一点补充 因为啊 因为我个人的预计是在接下来一年到三年了 这个世界会比较乱一点 世界会比较乱一点 所以呢 我个人认为 比特币还是有机会冲去两万的 这是我个人的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 你看吧 一般性的建议 一般性的建议 如果大家有币的话 我相信 对吧 非常无聊 非常单调的撒币生活 我觉得回归还是有望的 我觉得比特币还是有机会回去两万 其实安安安的观点一直都是比较防守 比较这个青睐与避险产 对针对这一点 我最后的时候 我会做一个总结 做一个总结 那大家要多拉一点朋友进来 最后的时候 那个Alan会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 他目前投注策略的一个总结 相信至少比Alan赚的要多吧 他都能赚三倍 对不对 都能抓住A2 因为2018年说实话 对于我个人来说 我个人修了一个七周的一个长假 再就是2018年发生了一点 就是不很开心的事情 所以我们让他过去吧 好 我不愿意再提2018了 好 我们进入到2019年 我们进入到2019年 其实20192020年 比大家就非常近了 那么2019年呢 我认为是我们GoMiles 和我们自己都非常成功的一年 对 那么在这个呢 是我们当时19年开设了这个网课 在2019年的1月1号当天元旦呢 那两三天的时间 我们频繁的推荐大家去买涨 全国的全球的一个股票 是 对 那么这里可以看到 跟大家非常明确的说 中国A股当时是国家最经厂 广播微信短信 我们全发了 那么我们的客户呢 现在都能够收到短信 免费 每天有短信 对 那么每天还有邮件 这些呢会告诉大家 目前交易什么产品 注意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对 当有具体的非常好的产品 非常好的机会出现的时候 我们会连续的给大家发推送 连续的反应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呢 告诉大家 中国A股国家队 然后由银行券商开始移动吧 那么我们就知道 中国国家队已经是开始进场了 底下的时间啊 是2019年的1月4号 我们上传的YouTube视频 所以造不了假的 那么大家在公开的这个YouTube 网络上都能看到我们发布的具体时间 所以说呢 进场时间非常精准 那么有人问啊 GoMessage天天发这个进场 买入 有没有离场的时间 答案是有的 那么离场的话 我们一般不会轻易说 因为大家赚钱开心 想赚多少就走 那么巨大的出现转变的时候 像在2019年 在5月3号的时候 下面有时间啊 大家可以上YouTube自己查 5月3号的时间 我们跟大家说 中国股市开始下跌 变局来了 大家去查一下 5月3号开始之后 是不是中国的A股 就停止了上涨 完全是的 那么中美当时开涨了贸易战 所以说呢 我们完整 完整的从最低点 10200点上涨到了最高点 5月3号 然后离场 实现了一个婉转的逆袭 那么我们在18年亏的前 基本上这一波 70%的获益收益就回来了 是 因为我记得 真的是2019年了 对吧 2019年我们上面 其实也有讲过 2019年左右 整个市场情绪 就只有一件事吧 贸易战 就是中美贸易战 那再有一点的 就是2018年的年尾 跟2019年的年初 对吧 因为美联储一个 比较连续假期四次了 因为这个主席 鲍威尔的一些 非常鹰派的一个表态 所以把市场有吓坏 那2018年的年底的时候 对吧 2019年年初 也是股市 美股引领股市 出现了一个比较大幅的回调 30%的一个回调 对吧 这个时候呢 就是Jeky讲的 中国股市 陆场抄底 对吧 抄完底之后 那又紧接着贸易战来了 对吧 股市也是起起伏伏 对的 所以就是说 在我们每次做投资决策的时候 我们要从大往小抓 就是大的呢 就是宏观 目前中国 美国 澳洲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抓的准了 那我们再去找 什么产品是最好的 风险最低的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找到 不是各股 不是某一个股票风险低 而是可能一个行业 一个板块的风险低 而可能是一个指数 哪一个国家的风险低 整体的一个市场环境 对 当下的一个市场氛围 对对对 观念很重要 就是一定要跳出来 澳洲固有的思维 我们都已经是在海外了 那么我们选择的时候 有港股 有美股 有欧洲的 有澳洲的 有中国的 这么多可以选择 还有比特币 还有比特币 还有黄金 还有比特币 还有比特币 那实际上2019年的时候 那我就再说一个 就是2019年的时候 第二季度开始 那澳洲银行股 又进入我的事业范围 2019年 2019年我已经动手了 实际上2018年 第四季度的时候 我是大概花了 半年的时间 我去做各种研究 各种观察 做了半年的研究 才开始下手 大家怎么买的股票 大家就是 看一看 开心了 我就买了 对2019年第二季度 我开始陆陆续续的动手 然后建立我银行股的一个空仓 对吧 那我也是等很久 大概等了一年的时间 对吧 结果 结果 因为之前讲过了 我再次不再追溯一下了 好吧 那2019年还有什么补充吗 大家可以 没有了 我们就开开心心的 2019年大家都赚钱了 都赚钱了 对吧 那么进入到2020年 还是我先来表达一下 就是说2020年的开年不顺 我们都经历了一波亏损 但是也有好的地方 像我晒的账户 我是获利276,534块钱 实大实的 这个是 能看到有取款存款 就是真实的账户 27万的获利 在4月份之前 所以说 4月份 对 4月份之前 那么在市场 哪怕出现重大风险的时候 我们产生了亏损 像Alan 像我 那么在数字货币 因为我们贪婪 因为我们今年2月份 因为我们恐惧 我们在最低点出来了 但是呢 不影响市场 在一个回归理性 或者回归正态的一个方式方向 那只要我们抓住了 其中的一波行情 我们就有可能实现扭亏为盈 对 实际上就是 因为第一季度确实 确实是比较动荡的 你现在不管是个人 还是这个机构 对 对吧 确实是比较难 获得一个很丰厚的一个回报的 但是对吧 还是就是话又说回来 因为预期 接下来一年到三年 会是有一个比较好的机会 对 所以呢 大家对吧 还是总结一下之后 对吧 然后重新出发 对吧 重新出发 然后呢 没问题的 对 像我今年就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 赚30万就OK了 就是在市场里面 我们要根据自己的能力 给大家就是说可以自己定一个小目标 今年我的小目标 我刚进入市场 我们是小白客户 那我第一年的目标就是不亏 对 先生存 先生存下来 那么在市场行情不好的时候 大盘跌30% 我们跌15% 就是非常成功 跑赢大盘 跑赢大盘 对 对吧 这个市场呢 需要我们有一个熟悉的过程 对 这个是很重要的 对 对 还就是怎么说 我们是作为这么多年 对吧 那我们摔倒过 我们摔倒过 我们爬起来 爬起来了 我们爬起来过 那之所以站出来给大家以这样的一种形式 对吧 或者内容跟大家来聊聊天也好 对吧 或者是跟Jackie 我们星星相惜也好 对吧 我们互舔张口也好 对吧 还是希望可以给大家一定的参考 给大家一定的帮助 以及信心 信心 因为我们站在这里呢 就很明确的告诉大家 我们呢都做过 就是说你一个月 赚10万 20万欧币 不是不可能 但是呢 我们一开始的预期 不会这么高 因为大家不像我们承受能力 曾经Alan承受能力也很强 小假 小假的时候 对 那么现在我们两个呢 风格是不太一样的 那么大家呢 一会儿如果是对Alan的这种 稳重的风格非常喜欢的话 那么一会儿Alan也会自己介绍一下 对 对吧 那我们往下走嘛 往下走 就是刚刚又说到 对吧 我们是讲自己 那实际上还有一种朋友 可能有三种朋友 可能就不需要我们保驾护航 或者不需要我们 我们来提供任何的东西 那第一种呢 对吧 就是不缺钱的人 对吧 像著名的司松同学 他不需要我们 他不需要我们 对对对 然后第二个 不缺胆的人 对吧 张义德 张飞 张义德 对张飞 对吧 他也肯定人家也不需要我们 对 那再第三种 两者都不缺的人 对吧 大统领 特兰普 大统领 对啊 那所以呢 就是我们还是 怎么说我们这个节目 是面对广大朋友们的 对吧 像这三种的话 我们比较接地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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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走的是对吧 人民群众路线 对 对吧 那接下来我们往下走 对吧 那看我们节目的人 点赞人对吧 本来想说收获爱情 本来想说收获爱情 大家都不缺爱 都不缺爱 除了我们 除了我们对吧 所以说呢 大家对吧 欣赏我们 点赞我们的话 大家报复 大家可以报复 我们继续往下走 那么 大家对我们公司啊 可能不太了解啊 就是说我们公司 是一个老外的公司 那么从1998年 就成立了 这些呢 都是我们公司的同事啊 看他有拿福德加 直接吹瓶子的 所以搞金融的人呢 一般比较豪爽 那么头发也比较少 所以这就是错点啊 那么又 就我的右手边 现在啊 都是我们中文部的同事 那么还有更多的 那么大家都可以去 根据他们啊 取得联系 就是说获得一个 一对一的一个服务 对 有什么补充吗 没什么补充的 都挺好 这个这个是Jacky为我做的 Jacky为我做的 因为今天是第三期的节目啊 对吧 那我个人呢 就是在打一个 我个人一个广告 因为一直在给公司打广告 从来没有给个人打 对吧 从来没有给个人打过广告 那这个时候呢 对吧 就想说 对吧 然后先借用Mike 然后在6月10号 他的朋友圈的一句话 对吧 他讲说 人是GoMarkets的一个 一个怎么核心竞争力了 我这打广告 我还要去蹭老板的流量 对吧 我自己都比较我自己 我自己活成了自己 幼儿园时最讨厌的样子 对吧 那还是想说 Alan 对吧 对于我们小白的客户 对于我们刚开始接触 投资的客户 我相信Alan呢 对吧 我是有足够的时间 跟足够的知识 可以帮助到大家的 那针对我们有一定 交易经验 交易投资经验的朋友呢 我Alan呢 我相信 通过我的一些经验 通过我的一些知识 对吧 我还是可以 跟大家 进行一个交流 沟通讨论的 那 针对我们非常有经验的 一些投资者呢 那我相信 我Alan 我的一个视角 对吧 跟我的一个思考市场的 一个方式 我相信呢 有可能 会给大家带来一点 不一样的一个 一个见解 一个一个说法 对吧 总之一句话就是 我Alan 不管你是 投资的一个初学者也好 还是你是大家处于一个 对吧 终端 还是一个大家特别有经验的人 我相信我Alan可以提供给 有用的信息给大家的 所以大家可以加入 这个是Jeddy把我帮我做的一个PPT 对 我是说Alan是一个成熟稳重保守的男人 对吧 就是说如果大家想要资金的回报呢 或者是资金的一个收益的预期 不要大风大浪 大起大落的话 那么Alan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即使大家的资金在银行 在Commerce 在其他的平台交易 那么我们呢 能够提供的观点 是其他平台提供不了的 对 大家呢 可以免费的去开一个账户 也支持一下我们的工作 那么最终呢 也希望大家带更多的朋友 不一定 一定要就是说交易 什么产品 买什么股票 但是我们通过学习 能够做到的就是 财务上的独立 掌控自己的资金 对 当我们哪怕说有一天 我不工作了 我依然能赚三万五万一年 哪怕我说我今年被开除了 我的公司倒闭了 那么我们还是有能力 自己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对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为了对得起这个评价 稳重跟保守 我今天晚上聊 我整个人显得非常不兴奋 大家可以看到 为了迎合Jacky对我这个评价 我整个人显得 好像稍微木讷一点 不如前两期那么兴奋 那么家常有没有什么补充的 目前 好的 现在大家 因为我们最后会有一个 15分钟的自由问答的时间 然后呢 其实我看我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 已经有一些朋友 给我们留了一些言 然后我在这里 给两位老师读几条 有一个叫V的朋友 他说 Alan啊 黄金如你所预测 正在冲高 正在冲高 然后呢 还有另外一位朋友 他说数字货币今后肯定会走在黄金和石油之前 那还有一位朋友说呢 还是本金太少了 不然直接财务自由了 也不会赔 那我就觉得这三条 都很有意思 因为这个三位朋友刚好是在同一个时间 去问的 所以我这边想问Alan老师 就你觉得黄金 在接下来 会简单给我们说一下黄金 预期或者怎么样 然后跟数字货币 去做一个简单的对比 好吧 做一个简单的对比 黄金呢 是我个人呢 是预计 接下来的一年到三年 它会占上三千 甚至有可能更高啊 因为现在对吧 说三千好像已经写得特别激进了 对吧 因为我看澳大利亚的一些媒体报道也好 澳大利亚的一些分析也好 对吧 包括我们中国的很多分析师 我没有看到一个人站出来讲说 黄金可以占上三千 对吧 他们可能会讲说三千 不是黄金可能会上的 但是没有人站出来讲说会占上三千 那我现在站出来讲说黄金的三千了 那比特币的话呢 实际上比特币从一开始出来之后 它已经成为一个 我个人觉得就是一个市场的一个 怎么说 风险指标 我们看到比特币一个价格往上冲的时候 大部分的时间就是说 觉得这个市场可能会比较比较动荡一点 我个人是这么理解的 那为什么说比特币接下来 我觉得还是有机会回两万呢 因为接下来一年到三年还是非常动荡的 真的是我觉得非常动荡 所以比特币呢 是有比特币的机会的 在我们这都能买啊 都可以买 对 GoMarket都可以帮大家一个平台全部实现 OK下一个问题 Victor王问了他一个人问了两个问题啊 第一个是可否讲一下家园 另外呢就是GoMarket的普通账户和账户和普通账户的区别 GoPlus账户和普通账户的区别 Jacky 好 Plus账户呢是这个我们说点差第一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买卖的一个差价 比方说这个股票是这个产品是4.61 那么卖价呢可能是4.62 那么有的时候呢它会变成4.63 因为市场上买卖的价格会有一个差价 中间就直接成交掉或者没有报价 那么Plus账户呢就是中间的差价很小 几乎是零 那么我们会有一个手续费 那么手续费呢会收6块钱 10万价值的一个成交量 我们会收6块钱 就是大概是交易费就是万分之零点六非常低 那么标准账户呢就是没有手续费 但是呢这个差价会比较大一点 所以说呢根据您自己的一个情况自己选择 然后另一个问题是 家园 家园 我是持有看涨的家园对瑞士法囊 简单的解释一下 当我们看涨一个行业的时候 比方说我现在看涨的就是能源行业 那我认为呢能源未来要涨 那这个时候我就要去寻找哪个国家是能源最大的出口国 这样它会对这个国家的一个出口产生利好 那么反而呢就会对它这个国家的股市和汇率 都产生一定的利好 因为呢大家需要去买这个国家的石油也好 买这个国家的产品也好 所以呢当我们预计未来经济要复苏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选择去买入家园 那么澳洲呢澳元是矿业 所以背后呢这两个货币都是跟经济复苏是直接相关的 受到利好的 因此呢我买入的是家园对瑞士法囊 我个人是看空家园的 我个人是看空家园的 继续 没有了我们不讨论 因为上一次上一次是澳币赠美人了 我是看空澳益的 我现在呢我也是我也看空家园的 好 那我们下一个 下一个 对好 因为现在的问题比较多啊 所以我们缩短一下每个问题的时间 下一个问题是Jackie最近有什么市场操作吗 有的 刚刚说了嘛 做空了afterpay和paypal paypal大家可能不了解 但是apt afterpay大家一定都熟悉 那么今天呢是60块钱 基本上呢我的做空价格这个比较持平 所以大家可以参考啊 数量不用很多 第二个操作呢是两个股票 TWE和SXL SXL 就是比较绕口 是Sousin Cross Media Group 那么这家公司的股票呢 现在的价格比较低 最近有机构进场 那么大家呢可以看一下股价 现在是一毛九分钱 有可能会翻倍 那么也有可能会继续下跌 只不过它翻倍的概率和空间 更大 那么TWE呢是我长期看好了 今天上涨了接近5% 我很不幸没有买进去啊 因为挂的价格太高 太低了 那么这个两个呢 是我目前持续关注的 好没有问我 我也要加一个 我刚刚做空了澳洲大盘 我开了五张 但是今天早上的时候 跟一个朋友沟通 那个朋友的一个体系好像 这个决定好像稍微冲动了一点 冲动了 我不是说赚钱 我现在是赚钱的 但是他跟我就是探讨了一下决策的过程 我觉得我觉得决策过程好像稍微鲁莽的一点 老贾还是不够不够那么成熟 对 其实刚才有朋友确实问到了 这个TWE 包括 这个 Alan哥刚才提到的 这个澳洲整个的大盘 那我再看一下下面的问题 悉尼机场的财务状况怎么样 可以分析一下吗 悉尼机场因为最新的财报没出来啊 因为我们现在对这个疫情 都是一个模拟的 就是说 他如果去年财报是百分一百 打一百分 那么今年呢 我们会根据他受疫情影响啊 按比例 比方说他说航空公司的一个费用 那么现在有多少家航空公司 还继续给他付费 那么就是做一个 减值 对 减值 那么悉尼机场的话 我还是跟刚刚说的SXL 因为我刚刚做的是这个SXL的一个报告 那么他是5亿的市值 那么现在呢 刚刚融资进来一个月 也就是说 去年假设他赚一个月 那么新年的话 他的收益呢 就会降低百分之四十 这个呢 就是根据他的车贷广播的一个数量 广告费收入 来抵消的 所以说西尼机场呢 也是类似的 就是我们会根据他收益 目前三个月到六个月的一个情况 进行一个比例上的一个递减 那么直到他接下来的财报出来之后 我们才能够看到最终的一个结果 对 实际上关于西尼机场 我补充一句 那西尼机场 它是属于一个防御型的股票 对 它是属于防御型的股票 也就是说 大盘 我就假设大盘跌百分之十 新机场有可能只跌百分之五 对吧 这是他的一个功能吧 对吧 大家不要忽视这个功能 OK Quantus可以分析一下吗 Quantus我们上期的一个主题 对对对 Jacky是给的目标价五块二嘛 对吧 给的目标价五块二 我呢 是认为 他的一个合理价是在四块到六块之间 但是我不看好他近期的一个表现 对 就快点 两句话总结一下 第一个就是他现在虽然不飞了 但是他的成本也降下来了 对 就是具体的 大家可以看上一期的视频回播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同行业的一个竞争情况 现在Vorgian已经快不太行了 那么他呢 就是说胜的蛋糕还是这么大 一旦经济复苏 国内的航空 它是占了65%的一个市场份额 或者说一个收益来源 那么国际航空对Quantus的影响 其实比较少的 所以说一旦国内恢复了 那么他的经济 他的一个经济状况 或者财务状况 就会恢复的很快 长期持有没问题 对 下一个BHP可以分析一下吗 卖矿大表哥 我们第一期就分析过了 那总结一下吧 两句话 总结一下 我是不看好的 因为大宗商品承压了 对吧 然后中澳关系恶化 那再有就是 我是觉得怎么说 就如果大家实在是有钱 但没地儿放 就放在BHP 没错 但如果有更好的选择 它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我说一符了你 然后有一些朋友 他们可能是今天刚刚了解 刚刚来 对 所以如果是大家对BHP 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股票 就我们之前提到的Quantus BHP 有更多的问题的话 可以看一下我们之前的 加微信 对 加微信 阿兰一个一个的回答 一个一个的回答 对 一个一个回答 对或者是说 加了Alan老师的微信之后 真能疑 对 真能疑 视频 对 CSL现在可以入吗 290多楼看 对吧 对 我一直认为280以下是问题不大的 280以下就可以买入 入场 对 对 因为我确实 我们也一直推荐CSL 对 那觉得呢 就是说 你不管它是上转还是下转 它基本量有问题 大家比较防守问的这些问题 适合加Alan的微信 我一般都看不上这种 每年赚10%的股票 好 谢谢王总 谢谢王总 不是一个风格 好 下一个股票是 GEM怎样 GEM 我关注的比较少 说实话 我这不邓紫棋老师的英文名字吗 对 我好像也没有关注这些股票 这个还是接下来问Alan 让Alan给大家出一个股评报告 就是关于GEM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财报 以及未来的一个展望 我们研究一家公司 主要研究它目前的一个市场状况 研究它的占市场份额 有没有壁垒 第二呢 研究它的竞争对手 它核心团队 对吧 它的团队跟竞争对手 团队比 它的产品跟竞争对手 产品比 有没有什么比较有利 不可代替的地方 之后呢 就看它的财务状况 如果它现金流 每年都是正的话 那么足够支撑它每年的开支 今年倒闭不了 明年倒闭不了 这种公司我们就能持有 就这么简单 逻辑很清晰 对 CIM呢 CIM它这位朋友说 它是30左右入的 CIM CIM CIM好像我也没了解 你看 TLS TLS TESPRA TESPRA TLS TESPRA 是TESPRA吗 因为这个代码 它有的时候 就是很繁琐 因为要进美国的 要进哪里 如果是TESPRA的话 Ellen可以分析 这种股票 我一般不太喜欢 是吗 TL 对 TESPRA TESPRA可以的 澳洲 澳大利亚电信 TESPRA可以的 TESPRA我是觉得 它也是防御型的 首先我想说 还有5G呢 对 5G会是它下一个蓝海 对吧 那TESPRA首先是防御型的 再就是它周期性非常强 大家可以拉回TESPRA一个长期的 现在的价格是在一个比较低的一个底部的 在去年的时候 我写过一篇股评报告 TESPRA我是觉得2块8 左右的时候 大家可以考虑入场的 那第一记录的时候 我看它最低的时候 好像打去了2块8毛7 还是2块8毛9 我是错过这个机会了 因为当时我忙着在做空 对吧 那我再补充一下 就是大家对一个个股 想要获得更多的一个资讯股评 是中文的 那我们是来自于Bloomberg 还有路透啊等等 所有的包括付费的这个机构 我们是给他们钱的 那么大家 我们把它转化成中文的一些资料 给大家的时候呢 就是只是需要大家在我们这有账户 那么资金在1万欧币以上的一个投资金额 就可以免费获得这些服务 那么我相信是比较价值的 因为我们这些报告的本身都是花钱的 花钱花钱 Bloomberg一个月大概是2000多美金 现在可能3000多美金 对 这是我们每个月都会支出的一些服务费 那么还不仅他一家 对 所以我认为还是就说有这样的一些报告 我们提供给大家还是非常不错的 是值得的 对值得 另外加Allen的微信啊 要可以要 要什么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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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现在又有很多问题啊 美股例如微软亚马逊谷歌 现在还可以入吗 非常好的问题 这个有点就像刚刚A2奶粉 A2奶粉是一样的 好感觉 对就是公司 很多好公司确实没问题 对吧 公司都是赚钱的 非常强的公司 没问题 但是问题还是 就是我对于 接下来市场 好化的风险 对 我对于这个接下来市场有判断 因为我个人一直在等 一直在等美股第二个奖吧 对 我包括我们刚刚有奖 还在等 还在等 昨天可是大萨克又创历史新高的 无所谓 无所谓 因为你看到只增了一点了 我今天早上写给客户的一个信息 就说 这是动能的消失 对吧 还是说是在预谋下一次的上涨 毫无疑问 我个人的观点就是 它是动能的消失 它是一个动能的消失 那我包括我本来我有讲 我自己都有冲入 6,05 我去冲入做空了澳洲的大盘 开了五张很小的单 对吧 是这样子的 我们要知道 在目前的股市中 最受资金青睐的是 能够赚钱的 能够在全世界有业务的 科技公司 没错 这是两个前提 能赚钱 在全世界有业务 像所有的刚刚提到的 亚马逊 谷歌这些微软 以及苹果公司都是 对 那么这些公司 在最近的涨幅都非常快 如果我们现在 想要进场持有的话 我认为要在这些公司里面 找到那个被低估的 这是第一 第二呢 我们可以买入 10万块钱的 美国的这些 上科技公司的股票 同时反向做空 被高估的Afterpay 很高端了 对 就是说 Afterpay呢 现在第一没赚钱 第二次的业务 在海外刚刚开展 自从我们聊完 当红炸死机之后 当红蜡死机之后 APT被Jackie盯上了 对 之前还没有盯上 关于刚刚呢 刚刚这位朋友说的 这个Facebook 对吧 Amazon 然后这个微软 对吧 苹果也好 说的这几家公司 我再补充一点 这一点 这也是我觉得 就是很干的一个干货 那大家呢 就可以去看 美国股指 大家看到美国股指 近10年也好 对吧 近11年也好 整个是非常牛的 但是 但是问题是 大家把这几个龙头 刨掉之后 你看一下 其他的成分股 基本上是往下走的 也就是说 现在资金 炸堆的一个情况 非常的拥挤 非常的严重 对 这也是我觉得 它会回调 踩跌着脚 一个很大一方面的原因 嗯 好 我们看下一个问题 有个叫Susan的朋友 他说 AMP可以继续持有吗 我是继续持有的 看到3块 2块4 2块3 都没问题的 那么长期盼到3块以上 今天是1块9了 跌下来了 今天回调了 昨天涨幅比较高 昨天涨了10% 我一直持有 8% 我个人是观望 因为他现在是 他在做的 我们看到他的一个动作 他是在精简 对 他是在精简 那至于说你精简 你能不能说是 让这个公司 起死回生也好 或者是说 你实验一个 高速的一个增长也好 我是保持怀疑态度 因为我现在还没有找到 你让我买的一个理由 就刚刚就又说到了 这中间又漏掉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 很重要的一块吧 我个人的一个内容 对于挑股票 大家可以做加法 大家可以做减法吧 对吧 做加法呢 就是说我找这家公司的 一个亮点 对吧 那做减法呢 就是找这家公司的部署 对吧 那实际上做加法 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但是唯一的部署 就有可能会造成 情人眼里出西施嘛 就是你看这家公司 怎么看都是好的 那所以呢 前两期的时候 我跟Jackie辩论 我都是扮演那个挑缺点的 那个角色 对吧 OK SBM GOR NST 这些黄金股票 是持有还是短线呢 Alan都看到三千点了 大家手里多少要留一点吧 多少要留一点 对于我本来 我是有NCM的 我买的最大的 我的价格 我是在28块钱左右买的 那我本来 我就是长期持有的 对吧 所以但是那些小盘股呢 我说实话 就波动比较大一点 就波动比较 大家要调整好自己的 自己的这个持仓日期 持仓就是这个预期也好 对吧 持仓时间也好 如果想知道哪一家公司的这个矿山最大最值钱 扫码加微信 我又扫码 扫码加微信 里面有 谢谢王总 有干货 那么还有财务报表几家黄金公司的一个对比情况 这里都有 谢谢王总照顾 有个朋友问啊 说JPT会往中国扩展 中国能让他进去吗 不想想 因为淘宝跟微信 我觉得已经足够大了 对吧 他进军中国 我觉得可能性不高 知道做金融最重要的什么吗 大家来我们这儿开户一定要提交的是什么吗 是身份证信息 Driver License驾照信息 中国政府能交给一个海外的公司吗 有道理 不可能的 阿贵不可能进中国的 PLS呢 Oh my god PLS实际上上一期我们讲特斯拉的时候 我们漏掉了 我们漏掉了 那作为PLS的一个投资者来说 对吧 可以盯着特斯拉的股票 特斯拉的股价走势会是PLS的一个股价走势的一个怎么说 指标 或者是说呢 大家可以把PLS当成特斯拉股票的一个指标 这两个是一样的 因为是领化嘛 对吧 我是觉得可以的 如果大家要做长期投资的话 PLS我觉得可以选一个合适的时间 然后一直拿着嘛 还有一个在问DHG和KMD 就是租房网吧 Domain Domain 对吧 他这位朋友是在问的Domain Domain的话 就是类似的这种地产 像商业地产和农业地产 是迈克比较青睐的 目前一个情况 工业地产吧 算是 但是呢 像我就不太喜欢任何跟地产板块相关的现在 因为我认为呢 它的一个固定资产占有的资金比较大 那么另外呢 现在跟我们来开户和交流的这个地产开发商非常多 从他们那儿我们了解 现在违约率非常高 就是说我现在跟你签一个五年的一个租约合同 我马上我就可以违约 那我本来要150万买你的房子 那我现在跟律师说 我觉得房价要跌15% 20% 我就不想要了 那我就不给你钱了 我现在就给你打官司 我150万不付给你了 哪怕我要花5万花10万去打官司 我也要把这个时间 我拖到你开发商 实在是打不下去了 所以目前的情况呢 就是说全澳目前大分的人啊 对市场 房产市场和房产成交量 都是一个不落关的情况 我们知道Dominion这种公司 他靠赚钱就靠资金嘛 你整个市场都不景气了 怎么办 对 因为我是觉得整个周期吧 对吧 周期也好 大环境也好 可能对这几家公司不会利好 对吧 可能就会利空 偏利空一点 对 如果一定要在地产里面选 那么就选跟政府打交道 因为政府不会违约 那么政府打交道那家公司呢 我们这也有 扫微信 大家扫一下微信 加一下 我们跟政府有办法地产行业的一些公司股票的分析 什么都有 然后那个KMD KMD刚才问东北那家公司的人 他问了两个问题 这个KMD它是一个 做一个很有名的服装的品牌 然后做一些旅游的设备 House landing吗 这个不是吗 对 好 这家公司 对对 看着很艳朵 这不是加拿大满都吗 对对对 对吧 是加拿大满都吧 对对对 哇 这个零售板块啊 说实话 很难找到一个亮点 我个人觉得 因为它首先业务方面是比较固定的 它收入根是比较固定的 对吧 所以我觉得短炒对吧 如果短炒可能可以 我不知道现在大家有没有看一些数据啊 就是说销售零售这一块的业务呢 像服装类的 基本上亚马逊呢 现在的销售 就是说在他网站销售的大量增加 而亚马逊背后呢 就是大量的海外仓 所以说呢 对于当地本土的这个品牌和店下的店铺 冲击是非常大的 而这些背后呢 大家是怎么做的 像我 我有很多朋友是做这个企业的 他们就做一款瑜伽服 做一个防血服 对不对 那我找到你这个防血服的一个痛点 那我在亚马逊和电商平台上 我能拉到数据 那么大家喜欢的是你防血服上面 能放手机 能防水 对不对 那么你做瑜伽服的话 你中间的这个拉链 就裤子的拉链要有弹性 然后呢 不要那么外露 就要稍微厚一点 不然你就露出来 你的这个肤色了 所以说呢 当厂商能够抓住这些热点 不停的去改版之后呢 这些公司会后起之秀的速度非常快 而原有的那些厂商呢 只是保留原来的一个生产的特色和品牌效应 所以他在未来的竞争 其实是非常堪忧的 我不认为这是好 说的学术一点 就是护城河太浅了 对护城河太浅了 随时有可能被超越 对 今天的问题是非常非常的多 然后今天我们的时间也是 也已经到了 其实已经超过了 现在已经是9点15了 已经超过了15分钟 我们再选三个问题 我们今天好吧 我再选最后一个问题吧 因为今天时间就是超了比较多了 最后一个问题 看一下 大家资料可以做多吗 黄金指数可以多吗 对呀 Alan看到三千三千嘛 现在才1700多 正在往上冲 黄金指数可以做多 黄金指数可以做多 但是我还是那一个观点 短期啊 我说如果美股第二只脚下来的话 黄金是有可能会出现 对吧 第一季度出现的一个情况 就是所有东西都在跌 股价在跌 然后黄金在跌 我是觉得有这个可能的 因为之前我一直在表达黄金 几度看好这个观点 但是我也说了 黄金短期可能波动比较大 他上一次 他应该是打去了 1671这个比较低位 就是1680这条直升 他已经打破了 如果他往下走的话 比较1650 会是下一个关键位置吧 但是黄金 黄金股的话 就相对比较稳一点 对吧 还是推荐 首先推荐黄金股了 对OK 没有问题 因为我朋友非常说 我们下期 让我们坐着说 站着多累啊 非常的关心我们 非常感谢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 就到这里 然后大家呢 其实陆陆续续的 还有一些问题 大家可以添加我们 小助手的微信 然后刚才我看 还有一位朋友 他问的是这个 KGM 我们今天的文章 刚好是一篇 KGM的股评 也欢迎大家去添加 我们小助手的微信 领取这篇股评 然后最后有朋友说 听完以后信心满满 感谢播报 这个哥俩 倾尽 距离不足 切记社交距离 OK好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第三期 直播的内容 我是GoMarket 大家再见了 大家再见了 大家下期节目见 对大家可以扫描 我们左下方的这个二维码 好 今天就到这里了 拜拜 拜拜